各位朋友大家好,在北京時間5月21號 中共人大的發言人公佈了這次人大的9個議程 其中有一項議程,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項議程 就是他們要通過一個法律,這個法律的名稱比較長 全名叫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草案 香港人過去認為只要能夠阻止香港特區政府 也就是林鄭月娥當局阻止他們基本法的第23條進行立法 就可以維護香港還剩下的那一點政治權利 沒想到這一次中共是繞過了特區政府 繞過了香港本地的立法程序,繞過了香港的民意 直接由中共政權來給香港立法 這個消息前幾天就已經傳出來了 結果所謂的港區人大代表他們就提議 按照基本法的第18條直接由中央政府以維護國家安全的民意 來給香港制定一條新的法律在香港實施 那這個第18條基本法第18條它是說什麼的呢 它是說在香港地區發生動盪或者暴亂的情況下 中央政權可以讓一些全國性的法律在香港地區實施 說做他們就做了,別看這個政權做好事拖拖拉拉 做壞事那是雷利風行,動作快得很 現在他們已經推出了這個草案 而這個全國人大它就是個橡皮圖章嘛 草案出來了他們就一定會通過 這個法律在香港實施以後 香港人今後很難在自由阻擋了 很難在自由的發表政治見解了 很難在遊行示威了,泛民主派的那些政治人物 即使是不被關進監獄,也很難有機會參加競選了 更不用說聯絡國際組織 更不用說到世界各國去遊說他們的政府 這個法律等於是公佈了香港一國兩制正式終結 一國一制開始實施 這個法律等於是給香港自由民主判了死刑 這個法律通過以後肯定會引起幾方面的強烈的反響 首先是在國際上會引起強烈反響 很多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投資過去是通過香港進入大陸的 為什麼經過香港呢? 那就是因為香港的法律制度比較完善 是因為中共過去承諾說我們搞一國兩制 它可以讓香港的這個法律制度不受中共的直接的操控 那這一次這個法律出台以後形勢就變了 雖然它只是在限制香港人在政治上的權利 但是沒有這個政治上的權利 其他一切的權利都得不到保障 沒有了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 中共和它的傀儡香港特區政府 那就可以肆無忌憚的作惡了 哪怕是在香港這個純粹做生意的生意人 只要你得罪了中共或者是香港的權貴 或者是他們對你有所懷疑 那他們就可以對你進行騷擾和迫害 今後香港的法律再也不能夠為這些 這個企業和個人提供保護了 失去了安全感之後那些外國的企業和個人 他們就會大批的撤離 西方各國的政府尤其是美國的政府 也會採取相應的措施 川普當局他本來就想跟中共脫鉤了 本來就想督促美國在中國那些企業趕快撤走 過去這麼多年香港還一直是美國 和其他西方國家的資金和企業 進入大陸的一個通道 川普很想把這個通道給堵死 但是因為華爾街他們在香港 在中國都有巨大的利益 所以過去川普很難採取斷然措施 現在形勢變了 香港大陸經濟形勢每況愈下 再加上香港現在這個法律制度 又出現了重大轉變了 那美國朝野對於香港的態度 也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在這種形勢下 川普他當然會採取非常強硬的措施 比如說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這樣就可以迫使美國的資金企業迅速撤離 而美國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經濟大國 也是第一大市場 也是西方國家的盟主 他採取這個動作之後 其他的那些國家就會跟著做 那個時候香港就不再是世界金融中心了 也不再是世界貿易、世界航運中心了 香港的經濟就會迅速崩塌 香港東方之珠就會失去光彩 這個結局倒是不讓人意外 歷史早有前車之見了 在中共取得政權之前 上海它就是曾經是東方之珠 是最防華亞洲最防華的都市 中共上台以後不到十年時間 上海就黯然失色了 當年毛澤東的中共它毀掉了上海 現在習近平的中共又要毀掉香港 有些人認為中共還是很愛惜香港的 因為香港可以幫他們賺錢了 香港是他們會下蛋的金母雞 如果是鄧小平江澤民執政的時候 中共可能還遵照這個邏輯 但是習近平的邏輯跟他們都不一樣 他跟毛澤東是一樣的 對習近平來講保住政權是第一位 發展經濟並不重要 尤其是他已經知道了中共的經濟已經完蛋了 世界已經要和中共脫鉤了 香港這個窗口留不留無所謂 反正他已經做好了閉關鎖國的準備了 已經準備讓中國人去吃草了 那麼還有一個第二個可以預見的後果 就是香港市民的抗爭的規模會更加的宏大 14年的那個戰中運動 參與著主要是青年學生和泛民的政治團體 19年的反送中規模擴大了 絕大部分的中產階級也參與了 這次還會繼續擴大 會擴大到工商業界的上層包括金融界 因為香港的經濟崩潰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他們 其中有一部分人甚至是可能他們中間 可能會成為中共權貴掠奪的對象 在過去這幾年大陸有很多的超級富豪 被整死的被囚禁的資產被剝奪的 就像馬雲、柳傳志這樣的頂級富豪都要被迫退休 龐大的資產被別人接管 大陸富豪的命運很快就會降臨到香港富豪的頭上 因為大陸的法律將在香港被強制實施 當然香港富豪比大陸富豪有一點點優勢 就是他們比較容易逃跑,比較容易移民到其他國家 但是現在逃跑已經有點遲了 在這種情況下逃跑很難把企業都搬走 很難把所有的錢都帶走 在經濟上面他們會受到相當大的損失 我相信這種損失會讓他們很難忍受 他們會支持香港人跟中共對抗 所以今後香港的抗爭會非常的激烈 那這次中共立法之前呢,並沒有太多的預警 可以說是習近平當局霸王硬上弓 根本不給香港人討論的時間和餘地 那麼為什麼他敢這麼強硬呢? 這是因為他在過去一年呢 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了對反送中運動的鎮壓 他認為是有效的,他認為靠著三萬香港黑警 和混進香港的那些中共武警 就能夠把香港人壓下去 他認為只要繼續加大這個鎮壓的力度 就通過制定新的法律通過更大規模的逮捕 把香港的反對派運動它可以消滅掉 過去他曾經在西藏在新疆採取過極端的措施 去平息當地的反抗 那這一次他在香港想複製這個經驗 以習近平這個盲橫的性格他完全做得出來 大家不要對這一點抱有任何僥倖的心理 如果讓他繼續統治中國,香港一定會被毀滅 習近平之所以敢在香港這麼盲幹呢?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認為即使是香港人激烈的反抗 也不會波及到大陸 戰中運動和反送中運動都沒有在大陸引起反響 那只要香港人的抗爭不波及到大陸,不傳到內地 他就不會動搖中共的統治根基,政權根基穩固 習近平就不會害怕,他就會繼續作惡 那現在香港人怎麼辦呢? 我在上一期的一評論證裡面曾經跟大家探討過 香港人現在有辦法對付中共,中共是大紅龍 但是上帝已經為香港人準備好了屠龍刀 大家要知道現在不僅香港的經濟很差,大陸經濟更慘 可以說大陸經濟已經在崩潰了 今年已經有幾十萬的企業倒閉了 又上百萬家店鋪關門歇業了,這些數字還在繼續增加 這就造成大量的人口失業 而且大陸又沒有適當的社會保障體系,百姓得不到救濟 幾億社會底層現在生活困苦難以為繼 民眾的不滿現在已經到達臨界點了 大陸現在遍地都是乾財,只要香港人敢去點火 就會形成燎原之勢,就會燒毀中共 有些朋友可能會說 中共有幾百萬軍隊警察,難道他們不會鎮壓嗎? 我告訴大家,如果只有一個城市 兩個城市的人民起來抗議,他一定會鎮壓 但是如果有很多個城市一起起來抗議 他們就首尾不能相顧了 而且那個時候中共內部會軍心動搖 大家一定要知道中共並不是鐵板一塊 他是四分五裂的 從中央到地方現在都有很多的官員 很多派系對習近平不滿 因為習近平他搞反腐敗,搞終身制 已經危害到這些幹部的根本利益了 他們只是在等機會啊 在反抗運動,民間反抗還沒有形成大規模之前 他們會在習近平的威懾之下去鎮壓老百姓 只要全國各地老百姓像香港一樣上街之後 中共內部的反習派就會順勢而為 就會跟習近平分庭抗理 內部的分裂就會公開化 那個時候政變兵變就會層出不窮 那個時候中共就會土崩瓦解 這種事情在歷史上出現過很多次 中共本質上和歷代王朝一樣 他也逃不過這種宿命的 過去這幾年習近平已經意識到這種危險了 所以他的宣傳機器在散布一種觀點 就是說中國人已經不行了,沒有反抗精神了 中國人都自願當奴隸 有很多人經過他這麼一宣傳就上當了 包括香港人,大家都知道 中共他有上百萬的五毛大軍 這些人他們每天都發幾百條 每個人發幾百條這些信息,假信息 就是要帶風向,他製造一種假象 說中國人自甘為奴 中國人確實有人自甘為奴 但是那是少數,大多數人是有反抗心的 而且過去一直在反抗 全國各地到處都有群體性反抗事件在爆發 只不過這些反抗行動 他在時間上在空間上比較分散 他被中共各個擊破了 中國不缺的,缺的不是反抗的人 而是把他們聯繫起來 我們缺的是把各地分散的反抗行動協調起來 讓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為了自己的權利 在同一天走上街頭進行抗議 在不同地區,不同階層的這些反抗行動 發生共振效應了之後,就會產生強大的衝擊力 那麼怎麼樣去協調他們呢? 怎麼樣去動員他們呢?這就需要有一個 強大的宣傳公式 這個宣傳公式就是對付中共的屠龍刀 現在縱觀中國,只有香港人能夠拿起這把屠龍刀 因為香港有反對派團體 能夠阻止其幾百萬的市民一起行動 如果這幾百萬人向大陸一起來進行宣傳 用各種各樣的通訊工具,各種社交媒體 一起向大陸進行動員,號召大家同一天上街 那這個宣傳公式,中共根本招架不住,根本攔截不住 廣東是最好的一個宣傳的對象 這個地區有幾千萬來自於全國各地的打工者和這些小商販 現在他們都在困苦之中了 內心的不滿和憤怒非常強烈 而且很多香港市民跟他們是有聯繫的,是可以把消息傳給他們的 他們得到消息之後就會傳到全國 全國只要有幾個城市,有幾十萬人上街 中共就很難鎮壓了 只要有兩三天鎮壓不下去,事態就會擴大 那只要有幾百萬人上街了,維穩體系就會徹底的癱瘓 現在癱瘓了之後抗爭的人就會越來越多 當幾千萬中國人在全國各地走上街頭的時候 中國就會改變,中共就會瓦解 那個時候香港就會得救 我是在海外已經流亡很多年了 去年在反送中運動當中 我們在海外也是為香港的市民聲援做過很多視頻 做過在很多社交媒體上面發過帖子 參加過好多次街頭的集會 有些五毛說我是唯恐天下不亂 甚至有些香港的網友懷疑 我只是在想鼓動香港人幫大陸反共 那五毛我就不理他們了 但是對於香港的這些網友我要解釋一下 我之所以聲援香港並不是因為 不僅僅是因為中共是我們共同的敵人 更是因為香港人對我有救命之恩 在95年的時候 我曾經因為在大陸組織勞工團體被追捕 後來是香港的黃雀行動把我救出來 然後97年又把我送到加拿大 在香港的時候得到了很多香港人的幫助和照顧 包括朱耀明牧師,包括長矛梁國雄老兄 所以我對香港有一份很特殊的感情 香港去年所受到的打壓,所承受的苦難 我一直感同身受 尤其是香港的這批年輕的朋友 我非常希望大家一定要保重自己 不要跟香港的黑警去應拼 香港人非常有創意 去年的時候他們曾經創造過許多抗爭的方法 這些抗爭的方法是不需要硬拼的 就能夠展示出香港的意志和決心的 其中有一種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就是 大家約定在一個時間 在晚上的時候在自己家的窗口同時唱歌 整個社區都唱起來 這種辦法警察根本沒有辦法阻止 他們沒有機會施暴 如果把這種方法傳到香港 那香港滿層都是歌聲 如果傳到了大陸,大陸老百姓用這個方法 那就會受到鼓舞 那就會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就會形成強大聲勢 那個時候大陸人就會走上街頭 那我在上一期節目裡面也介紹過兩種方法 一種叫做百萬火把,一種叫做放飛民族 這兩個方法我覺得也是比較安全的 希望大家能去參考 我相信香港人有足夠的智慧 有足夠的勇氣能夠創造出更多的更有效的 那最重要的是更加安全的方法 一定能夠完成這一次時代革命 一定能夠光復香港 一定能夠大家活著健康的看到中共垮台 好了,那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我們下期節目再見